我就講我的經驗好了 其實我以前就是在家裡面 我只要包著頭巾 我阿嬤看到我就會 哇!包頭巾耶!好棒喔! 結果我做任何事情 我阿嬤都會非常浮誇的成長 其實這樣大家可能覺得很有愛 很正向的環境 但莫名其妙在高中大學那個階段 有很多時候啊 我非常害怕自己犯錯 把生活想成絲 讓心靈更舒適 歡迎大家收看 大家好我是Ariel 林佳景 今天跟大家分享冒牌者症候群 這可能是可以解答大家很多 生活上常見的疑問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什麼是冒牌者症候群 其實大家在聽這個概念的時候 可能不是很清楚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努力到一個成就的時候 可能是一些客觀上 會被稱讚的一些成功人士 他們可能在某一些時刻會覺得 自己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好 或者是我真的值得這些稱讚嗎 或者是我真的是一個這麼好的人嗎 這些OS就是很典型冒牌者症候群會講的話 當他拿到一個客觀都覺得 哇你超棒的啊 你這樣超不容易的 可是某些時候他在午夜夢迴的時候 他的內心OS卻是 我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還是我其實沒有那麼好 這些一步一步的內心的 我們這樣講的內心系 就是冒牌者症候群最容易出現的問題 大家聽到這裡可能就會覺得 好像有一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沒關係我更精確讓大家知道 他大概會有三個類型 這三個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冒牌者 做什麼事情一定要完美 就是只要出一點點那種1%的小錯誤 你都會覺得不可以這件事怎麼可以這樣 這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 曾經遭受過一些失敗嚴重創傷的人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可能你在生活中遇到一個小小失誤 可是你卻被長官或是被朋友 甚至是被你的親人說 欸你這太誇張了吧 連這種事都做不好 你以後可以做什麼事 我想這句話其實在一個人的內心 是會留下一些隱隱面積的 而且這面積會挺大的 所以在你之後很有可能在 面對一些客觀成就的時候 你也會感到很害怕 甚至覺得那不是你 第三個就是比較低至尊的部分 其實長期在很多成長背景過程中 沒有一個人是真正認可你這個人 而是認可你的外在條件 比如說成績好努力 然後就是得到一些很很客觀的特殊性 才藝啊創作等等這些面向 都是去認可你外在所做的東西 而非你這個人 他肯定的都是能力不是你的特質 那這樣其實會讓我們的至尊越來越低 會覺得是不是我都要得到這些客觀成就 我才是一個好的人 當然這三個因素啊 我想在華人的社會或多或少 每個人都會有一些共鳴的地方 那他到底怎麼長出來的 這個可能可以歸咎到 我講的成長背景嗎 兩個家庭形式很容易長出這樣的特質 高度讚賞跟高度否認 那我想高度否認 大家應該很容易就想 我就不用多講 高度否認就是你做什麼就一直被罵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怎麼做成這樣都不OK 這個我不用多贅述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要講的是高度認可喔 高度認可這群人 其實我們會想說 在高度認可的家庭 怎麼會沒有排折症候群 其實會為什麼 我就講我的經驗好了 其實我以前就是 在家裡面我只要包著頭巾 你知道女生頭髮很長 然後夾完頭髮之後 我阿嬤看到我就 哇包頭巾耶好棒喔 就我做任何事情 我阿嬤都會非常浮誇的成讚 然後我可能只是穿件睡衣走出來 我阿公就 哇睡衣耶好可愛喔 就你知道其實這樣 大家可能覺得很有愛 很正向的環境 但莫名其妙在高中大學那個階段 有很多時候啊 我非常害怕自己犯錯 因為我很怕我不是他們眼中的那個 那麼棒的孩子 我非常害怕 這個好棒好棒好棒 是我從小聽到大 我真怕哪一天我沒那麼棒的時候 我就不允許存在 我就沒那麼好了 所以這種高度讚賞的環境 其實也是會 讓一個人有冒牌折症候群 會覺得說 是不是 我每個行為都這麼棒的時候 如果哪一天我不棒了 那我怎麼辦 那當然完美主義就會跟上我 我就會開始去要求很多事情都要做的完美 不是說完整是完美 所以其實這漸漸的也會影響一個人的心態 有研究顯示呢 女生在冒牌折症候群的比例比較高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 很簡單跟大家分享 就是女生在得到一些外在稱讚的時候 她通常會說 啊沒有啦 就是是我運氣好 沒有沒有是我朋友很給力 我們通常會把 這一個好運跟這一個稱讚 歸運於外在 不管是天啊 不管是朋友啊 不管是別人幫忙 我們都會歸在外面 但很有趣的是 發現在男生族群裡面 他們通常把他們得到的稱讚 會內化 覺得 沒辦法我實力堅強 沒辦法 我就是內在特質優秀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啊 就會讓女性其實在 冒牌折症候群的比例其實比較多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檢視自己 到底有沒有冒牌折症候群呢 從我上面講的那些例子 大家可以想 當我們很努力去想要得到一個 我們自己想要的成就的時候 我們會不斷的花很多努力 很多心思很多力氣去完成 當我們得到的時候 你可能覺得 欸好像沒有大家想的那麼好吧 欸我是不是沒有大家想的這麼完美 就當你開始得到外在覺得 哇你好不容易 可是你卻覺得好像也還好 甚至我其實沒有那麼好 這種聲音出來 你的心理歷程肯定是跑出了 結果論 也就是說 事情的最後的最終的那個結果 都是你一直看的 可是你一直以來忽略了 那個中間的歷程 那個歷程是什麼 是每一個人他沒有放棄他要的目標 而不停的中間的努力 花了很多心思在建構自己 不要放棄的這件事 那個歷程全部被你視為理所當然 當你覺得理所當然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會覺得這個東西 最後的這個成功 跟最後這個成就 真的是我的嗎 你就會開始懷疑 外在的稱讚為什麼會進不了 我們內在變成冒牌的症候群 因為你沒有打從內心的覺得 你是一個很棒的人 你沒有打從內心的稱讚 你多麼的不容易 你把你做到這件事 覺得理所當然 當別人稱讚你的時候 你完全聽不進去 我想冒牌的症候群的人 內心會非常渴望稱讚 為什麼 因為他內心覺得自己是不是不夠好 那他不想相信這件事 因為每個人 在想自己是不是不夠好的時候 都會很恐懼的 而且會焦慮 我們如果得到很多很多外界的稱讚 那個很像止痛藥 會讓你暫時好像好過很多 我說了 暫時 也就是如果那些稱讚斷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你看吧 我就說我不夠好 現在沒有人稱讚我了 我想掌聲不會永遠響起 掌聲只有在某些時刻會響起 然後當然你一天到晚 渴望掌聲的時候 就是你會變得很空虛 好像做的所有努力 都是為了最後的你好棒 可是你又不覺得你自己很棒 這才是最麻煩的 所以我們應該考慮的是 這中間的歷程 何以你可以做出一個很很棒的表現 何以你能夠為你自己達到這個成功的經驗 你必須看到真理如何做到的 你只有一步一步去好奇自己怎麼做到 你才有可能打從心裡覺得 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內在的肯定有的時候別人有沒有掌聲有沒有稱讚 其實對你來說沒有太大的功效了 那只是附加價值 那接下來我就說冒牌者的症候群可能會衍生哪些問題 因為我剛前面就講過 他是一個人沒有辦法內化自己的成就 所以他會衍生的問題是一個人他會長期以成敗論來看自己 那我常會講其實失敗不可怕 而是你沒有辦法正視失敗更可怕 就因為一個人他今天如果有冒牌者的症候群 他會對於他能不能永遠都是好的形象這件事很在意 那真的當他拿到這個好的形象的時候他又會懷疑 原因是因為他沒有辦法去認可這些外在的客觀的評價是正向的 他沒有辦法內化 因為他內心一直有一個聲音是 我是不是做的還不夠好 我是不是做的還不夠多 我是不是不夠完美 其實這些聲音都是一些干擾現象 所以他會導致你常常在午夜夢回的時候自我懷疑 那這個現象到底要怎麼根除呢 他本身的初衷是好意 是他要替你帶來更多你想要為自己努力的 可是當你做到的時候 如果你又以結果論來看一件事就是啊我做到了 所以我是一個好的人 如果長期你都是以結果來看你是否是為好或壞 其實你就會很容易落入冒牌者症候群 但我們今天更重要的是中間的脈絡 就是這些歷程你努力的關鍵 他才是我們要看到的 而非真的最後的那個結果 大家可能會想說冒牌者症候群 這個東西一定是負面嗎 從頭聽到我也覺得好像對自己沒有太大的好處 可是我想過凡事都有一提兩面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他的正面是什麼 他的正面就是你會不停的在你人生中去努力達到一些東西 比如說外在內在 有些人透過去在意自己的容貌啊外容啊 甚至是內在瘋狂的去努力看一些書精進自己 這些東西聽起來是好處 可是當這個東西沒有盡頭的時候 某些時候你就是冒牌者症候群的一個很典型的負相循環 因為這些東西會讓你得到很多客觀的外在成就 如果你自己永遠沒有辦法內化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在這症候群裡面非常辛苦 他的負面影響當然就像我前面講的已經很多 就是他會對我們內在浩劫吧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當我們努力達到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沒有認可自己 那個力氣終有一天會用完的 終有一天你會覺得人生怎麼這麼難 有時候我們過度的去對於失敗這件事情想要去避免 然後一直追求成功 當然啦你會得到蠻多的客觀成就 那當你得到的時候 那種內在的空虛感會越來越強越來越強 只有到你願意正視這件事情的時候 知道那個失敗啊 並非是你人生的全部 有時候我們人生總是很多努力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些時刻 事情不如我們所想像 那那個也許就是那麼1% 或是5%的失敗 他不是你人生中的百分之百 冒牌者症候群最容易把他那1%的錯誤 放大成100% 所以他覺得很恐怖 他要努力的去做到客觀上好的東西 那希望聽完我這樣的分享之後 你會知道說 1% 5%的失敗 那就是一部分 不是你的全部 而我們可以正視這個歷程的時候 不管成功與失敗 那都是你努力的過程的結果 他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你有沒有為你每一個時刻 好好的努力的 哈囉 歡迎收看把生活想成絲 讓生活更舒適 我是Ariel 欸等一下 把生活想成絲 讓生活更舒適 有關了 關靜音了 把生活想成絲 讓生活更舒適 讓心靈更舒適 欸我連續講錯兩次 心靈 好好好 sorry sorry 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在我們的左下方 按喜歡 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喔